这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ES5当中如何去模拟一个人类 以及如何去实现计程 我们删代码吧 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2-11个例子了吧 然后同样的把它移入下来 我们前面说 其实在ES里面并没有类的概念 所以说在ES5里面是通过Function 一个方法去模拟一个人类的 大家注意 当我们定义普通的方法 可能手字母是小写 但是对于类的话 一般情况下约定俗成的概念 手字母要大写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people 并不是说手字母大写的就是类 而是如果你手字母大写 别人一眼就能看到 当前你这个方法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Function 而是一件类 是这个意思 然后大家看 对于类的话 其实这个我们叫做 构造函数Constructor 大家看 这样的话类的话 刚才我们说 它是不是可能有属性的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this.name 比如说等于 写成 然后再定义一个属性 this.age等于 今年有34 我们通过这次关键字 就定义一个属性 属性的值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比如说 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它 叫做 位 然后大家看 如果我们想去实力化 对象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 拥当前这样一个 people 就能够实力化出 一个对象 比如说 拥一个pe 发上 我输出 这个pe 保存 大家注意 是不是name 是谢成 age是34岁 对吧 但是大家想不想到 这里有个问题 我定义一个人 这样的类 那所有的人都叫谢成 都34岁吗 这可不一定 每个人对这个属性 应该是有个性化的 自己的属性 所以说 我不应该写死 那怎么办 如果A的话 这些属性是可以传递的 那么 其实 我可以把它的属性 传递到这边 大家看 这边是形参 比如说name和age 那这样的话 list name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name 然后呢 list name age 就可以等于age 大注意 左边相当于是 当前这个构造函数 里面的一个 属性的名字 而右边这个name 指的才是当前 这个形参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那这样的话 既然这两个参数是可传的 那么 当我们通过new 关键字 去实际化一个对象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就可以传递参数啊 比如说 谢成 然后呢 34岁 大家看代码第7行 是不是还是谢成34 那如果这样 比如说我还有个人啊 比如说P2 他也new出一个people 然后呢 比如说这是张三 他今年20岁 这时候呢 我输出P2 那么 P2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张三 20岁 所以说 people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叫做类 然后呢 P1和P2 就是我们说的 对于类的一个实力化对象 P1和P2 是不是已经很具体了 就是谢成和张三 而people的话呢 更加的出向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这个this 指向的到底是谁 我们前面说过 this叫做对于当前对象的语用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分析 当前对象 到底是谁啊 大家看 当我去 new出一个P1的时候 那么 它的当前对象 是不是就是P1啊 当我newP2的时候呢 是不是当前对象 就应该是P2 所以我们看 代码第三行 输出这个this的值 到底有多少 它展开啊 你看 第一次输出的 是不是谢成 这个对象 第二次呢 输出的是不是张三 这个对象 所以大家注意 在高度函数里面的this 指向就是当前 new重来的那样一个 实力化对象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对于nate来说 它不仅有属性啊 它可能还有一些 功能的方法 对吧 大家看 比方说 当前我有这样一个 show name的方法 大家看 我先把当前这个方法呢 写在 后度函数里面 比如说叫做 this.show name 我想去展示一下 我的名字 对吧 等于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呢 这里面输出 比如输出 我的名字是 是谁呢 比如说加上 this.name 保存 大家看 比如说我现在 就调用 p1.show name 然后呢 我再去调用 p2.show name 我们看看 能不能秀出 它们的名字 对不对 保存啊 大家看 名字 我的名字是 谢成 我的名字是张三 这边都打一个 是什么叫 OK 没有问题 但大家注意 当前我这个方法 是不是定义在 那个构道函数里面 大家仔细看 我呢 现在把这个展开 大家看 对于当前 我这个对象里面 它是不是有个 收入内容方法 然后呢 展开第二个 它是不是也有 一个收入内容方法 告诉大家 一般情况下 对于方法的话 我们不会把它 定义在 构道函数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每次当我去 拥一个people的时候 那么就相当于 我拥出一个方法 因为其实这个方神 是不是相当于 是这样的 它其实相当于 是拥这个大方神 所以说 每次我实际化就像 都拥一个方法 每次我实际化就像 都拥一个方法 然后呢 它们都放在 就这样下面 这样并不好 大注意 在我们的 ES当中 其实这个方法 应该定义在 当前 类的这样一个 圆形下面 什么圆形呢 大家看 people 圆形的对象 叫做 proutetype 然后呢 把它的showname 定义在 它的圆形下面 比如说 每一个方法 然后呢 同样的我输出 我的名字是 加上 this.name 我寸 大家这个时候 是不是同样的 打出我的名字是 谢成 我的名字是张三 但是大家看 当我展开以后 你们发现 这边其实就没有 对应的 showname方法了 刚才如果定义在 gout of hr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 实用的那种方法 对吧 那去哪儿去吧 大家看 当我打开 这个prouto 这个手机的时候 你能发现 showname 其实是在 这个里面 当然对于下面的 张三 也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注意 什么叫prototype 叫做原型 我能用一个 通俗的例子 给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叫prototype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每年的8月15 我们是要吃月饼 对吧 然后呢 月饼上面 是不是都有很多的花纹 比如说当天 我要制作100块月饼 每个上面都有花纹 那么我可能 两种制作的方式 第一种 我先制作出100块月饼 然后呢 一块一块的 往上面去雕刻 上面的每一个花纹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我呢 可能有这样一个模子 只要通过这个模子 生产成的月饼 那么它上面就自带花纹 大约是哪种 很显然是第二种 所以说 你可以理解成 proutotype 一个圆形 就相当于是当天 这个模子一样的 只要从这个类里面 生产出的这个 pe也好 pr也好 那么它就自带 当天圆形下面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OK 这是ES5里面 如何去定义类 以及如何去实力化出 我们的对象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需要了解 叫做静态属性和静态方法 那什么叫静态的 我先取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在ES当中 我们去定义一个字幕串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进入方式定义 比如说 new一个大似织 然后呢 在它参数里面 比如说 我传递一个字幕串 叫做amoke 这时候 我输出str 其实它对应的 是不是也是一个字幕串 这时候呢 相当于是 我们这个 大似织织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类 对吧 而str呢 是不是相当于是 大似织织的一个 实力化对象 注意 我们是不是需要new 再去用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定义一个arr 它是个数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义 new array 然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负一些 初始的值 这时候 当我输出arr的时候 那么 它对应的是不是就是个数组 再比如说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对象 然后呢 new object 这时候 我们输出obj 这时候 obj对应的 是不是就是一个对象 只不过对象里面 没有属性的方法嘛 当然呢 我们可以obj 点属性 比如说 写成 保存 这时候obj对象里面 就会有对应的属性 大家没有发现 我刚才写的字不串也好 数组也好 或者是对象也好 它们都是通过new 关键字 去new重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跟我们上面 这个people很像 只不过这个people呢 是我们自定义的 而这个stream array和object 是ES里面 自带的 但是大家注意 其实呢 在ES里面 还有一个列举对象 叫做什么 叫做math 它是不是都是跟数学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通过 math.max 我们呢 可以取出一个最大值 比如说一个4 一个5 然后呢 比如说我输出 它们的返回结果 大家看 4和5谁大 很显然是5嘛 对吧 再比如说 大家看 我呢 还想输出一个随机数 是不是叫做math.random 它的取值范围是 大于等于0 小于1的 这样一个随机数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就会有随机数 比如说 我再刷新一下 这个值呢 它会发生变化 大家没有发现 当我们调用math 这个内置对象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去 newmath 而是直接要用math 下面的方法 math下面的方法 但是我们调用object array和stream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new它 其实math下面这些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静态方法 其实静态方法很好理解 就说明当前这个方法呀 和你具体是哪个实力化的对象 它是没有关系的 我直接取个例子吧 大家看啊 比方说我把这个注掉 在我们上面的批篷当中 比如说我们先去定义一个 静态的属性 然后我们再去讲解静态的方法 大家不要着急啊 我们这样的情况下 通过less.name等于name less.h等于h 这时候这个name和age 它呢 其实叫做实力属性 这些值是不是跟我们实力化 对象是有关系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定义静态属性 那么 其实我们直接在math下面去定义 大家看 比如说点 我就定义一个计数器吧 比如说点count 它等于0 这时候 其实pp.count 就相当于是一个静态属性 那如果我们想取这个值 怎么办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想在这边 比如说在下面吧 输出p.count 大家看代码跌22 你能发现 是不是能够取到这个值 这时候这个值 我是通过实力 去点的这个值吗 比如说p.name p.h 是不是通过实话对象 去点出来的 但是我们注意 静态属性 是不是直接是 A去点它 就能够出这个静态属性 所对应的值 比方说 我现在想改变它的值 大家看 比如说它就表示 当前它是一个计数器 比如说它就计算 我当前这个people 这个过度函数 所调用的次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每次当我们调用 这个people的时候 那么我就对当前这个静态属性 比如说加加 那是不是每次加1 对吧 然后我在第23号 说出这个结果 大家觉得 第23号说这几 是不是得到一个2 为什么是得到2 因为我这边p.1 去new people的时候 我当前这个people.count 是不是会加加 然后p.2去new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对于count加加 所以说它得到值是2 这是静态属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 静态属性 是直接定义在位里面的 而实力属性 是定义在构造函数里面的 那什么是静态方法呢 刚才我们说 在类的原型下面 定义的方法 我们把它叫做实力方法 它是不是当我们去 new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当前这个实话对象 去点出当前这个方法 但是注意 如果当前我想去定义 一个静态的方法 应该如何定义 其实也是直接在 类下面是定义 并不需要在原型下面定义 比方说 我就定义一个获取count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的作用 比如说我就输出 当前共有多少个人 多少个人 它就取到当前定态属性 这个值 然后我们再拼上 多少个人 那我怎么去定义定态方法呢 其实一样的 我们直接通过 那点方法的名字 就可以去调用 当前这样一个定态方法 比如说大家看 代码第二个行 我调用一下 当前定态方法 大家说出 当前共有两个人 因为每一个P1 使得好对象 一个P2 使得好对象 这时候 P会有点count 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是2 所以说这边会取到两个人 这时候呢 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首先 构造函数里面的这次 指向谁 刚才我们讲过 它指向当前这样一个 实力化对象 比如说 第一次P1 这个实力化对象 是不是指向P1 第二次 是不是指向当前P2 保存 我们看一下 代码第三行输出结果 第一次指向 是不是系成34 第二次呢 是不是指向的是 张三 二十 这个是我们先讲过的 那反过来大家再看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复制到 我呢 想输出 当前静态方法里面的类似 我们想看一下 当前静态方法里面的类似 到底指向的就是谁呢 保存 按照代码第十三行 十三行 有没有发现输出的 并不是当前实力化对象 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 静态方法和实力化对象 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所以呢 在静态方法里面 如果我们输出 这次 它指向的是 当前这样一个 构造函数 所以我问大家 如果我想在十三行输出 当前 this.h 大家觉得能输出吗 保存 其实很显然是不能输出的 十三行 当时三行输出一个 undefined 因为当前 因为当前静态方法里面的this 指向的是这个构造函数 而指向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实力化对象 这个我们是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讲解 大家就能知道 我们前面那个比如说new string 然后呢 string下面是不是可以str去点 比如说index off splish这些方法 或者说 比如说我们就一个array 然后arr这个对象 是不是可以点push 或者点pop 这些方法 对吧 但是呢 对于mess的话 我们不需要去new mess 直接就mess点方法 因为mess下面的方法 都属于静态方法 我们学习完在ES5当中 如何定义类 以及如何去定义实力属性 和实力方法 然后我们又学习了 如何定义静态属性 和静态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ES5当中 如何去实现类的继承 我呢 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叫做 2-12.js 以后呢 我们在这边 把12给它引入进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 是不是都会从我们的父母的身上 或多或少的继承一些 属性也好 或者方法也好 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我当前先定义一个类 比如说它表示我们的 父母啊 父子的父 父母 这边包错是因为我这边没写完啊 写完就不会包错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动物 叫做animal 然后呢 刚才我们说手这么大写对吧 它有个属性 比如说动物都有名字吧 咱说啊 那个动物都有名字 然后呢 我们通过this.name 等于name的方式 给它去定义对应的name属性 然后呢 我们每个动物啊 可能还有一个方法 当然方法是不是定义在原形下面 属性是不是定义在过渡函数里面 然后呢 这个方法就做show name 等于一个function 然后呢 它的作用 比如说就输出的是 名字是 是谁呢 this.name 是当前实际化出那样一个动物的 它的名字啊 这是一个负类 接下来呢 我再去定义一个死类 什么的死类 大家想一想 动物是负类 那么我可不可以定义一个 比如说dog 狗 狗是不是应该是属于动物的 对吧 大家看 比如说对于狗来说呀 狗既然属于动物 那么我是不是希望这个狗 也能够继承 动物里面的属性和方法呢 那这是不是叫做继承 大家可以看哦 如何去继承 负类里面的属性 有一种继承的方式啊 叫做构造函数继承 怎么做呢 大家看 我们调用animal.call call的作用 其实是用于改变this指向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希望 当我去诱出这个 这个到个实际化对象的时候 然后animal里面的this 是不是一个指向dog里面的实际化对象 所以说这个this 我是不是应该通过dog 传递到animal里面去 所以说call呢 就可以直接改变 类似指向 call一共有这样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 你要把this指向谁 那么你就把指向的一个对象 放到call的第一个参数里面 我是不是当前 希望把dog里面的this 传到animal里面去 那么我就把dog的this 作为第一个参数 那另外大家想一想 animal这个方法里面 它是不是还有name属性 那怎么办 其实后面的参数 指向的是当前方法里面的 一个一个参数 比如说name属性 那对于道文来说 它是不是应该也有name 然后把这个name传递到这边 那对于狗来说 可能我除了继承 负类的属性以外 还有一些自己的属性 比如说每个狗 可能都有一定的颜色 caller 那怎么办 caller是不是相当于子类的 自己个性化的属性 那这样的话 一样啊 属性定定在工作函数里面嘛 less color等于caller 这边呢 是不是 继承属性 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比如说大家看啊 我们呢 定一个 比如说 第一 比如说dog1 等于new dog 然后呢 有个名字 比如说旺财 它呢 是白色的 我输出第一 大家看输出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有name属性 旺财 看看属性外财 注意 这个name属性 可不是dog里面定义的 而是从animal这个风格里面 继承过去 所以说 通过这种构造函数的继承 可以去实现 属性的继承 既然第一呢 是dog的实际化对象 而dog又继承了animal 那么 我们可不可以调用第一点showname呢 大家仔细看 我这个旺财 希望秀一下这种名字 对不对 让别人知道 怎么办 大家看 保存 仔细看左边 你们会知道吗 不错了 话什么不错 第一点showname is not的方式 说明 这个方法 并没有继承过去 所以刚才我们强调了 对于这种构造函数继承 它只能够继承 负类的属性 它并不能够继承负类的方法 那如果我想继承负类的方法 怎么办 我先把这句换成助脚 比如说我们先演示一下 只继承方法应该怎么做 大家看 如果我想继承负类的方法的话 那么 我需要把当前dog的原型 指向animal的实力化对象 这样改变以后呢 其实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说 当前dog原型的 这样的构造函数 contractor 需要我们再把它指回到 dog上 这时候我们调用第一点 showname 大家看保存 他们发现能够输出 我的名字是安迪范 注意 我的名字是 这几个字 是不是showname方法里面 去输出的 所以说 说明showname方法 已经被正确的调用到 只不过 那些name没有取到 为什么这样 因为刚才这句话 是不是被我们注掉了 其实当前进入方式 我们叫做原型继承 但是我们没有发现 过多含数继承 只能可以继承属性 而原型继承呢 可以继承方法 那么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方式 给它组合起来 是不是就又可以继承属性 又可以继承方法了呢 其实这种方式呢 叫做组合式继承 保存 我们看结果 大家看 名字是 旺财 是不是又有当前的属性 又有当前的方法了呢 所以呢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想讲了 在ES5当中 如何通过这种组合继承 当然组合继承 是不是结合了 构造函数继承 和原型继承优点 它呢 既能够继承属性 又能够继承方法 这个呢 是大家必须要去掌握的 这节课啊 我们学习在ES5当中 如何去定义因类 我们是不是通过方式 去模拟因类 然后呢 属性定义在 构造函数里面 方法呢 定义在原型下面 接着呢 我们又讲了在ES5当中 如何去实现类的继承 我们讲了一种 比较常用的方式啊 叫做组合式继承 这节课的课程呢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课后呢 多加练习 大家加油吧